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离婚以后就分开居住了 这前夫带着枪去前妻家 用这个枪朝着刚出门的前妻开枪 没打中 这个时候前妻的新交的男朋友出门了 这个人好像又追上去想打 就这么一个案子 但是最后没打死人 这个案子要在我们这里写判决书 如果更早一点的话 现在可能稍微讲得有道理一点 如果我们写判决书 交代完证据以后 就是说被告人张三 持枪杀害某某某 为谁 同时又持枪追击谁 然后依照刑法的规定 他构成什么什么罪 以故意杀人为谁 定罪量刑就可以了 一百个字左右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判决书在德国 一万多字 刨去他交代证据的那部分 讲理的那部分 也有个三四千字 而为什么这样 他为什么这样去讲 这个判决书要先交代 刑法对故意杀人罪怎么规定 然后被告人的这个行为 和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这个规定 是不是对得上 判决书要很详细的交代 这一部分 第二部分 他要用一句话说 被告人的这个行为 不是正当法位 他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然后第三部分 他就来讲 而且这第三部分是重点 讲什么呢 说这个案件 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是离婚了 你就是正常的 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但是这个被告人 为什么去杀被害人呢 法官 那他就在里面详细的交代 我们怀疑被告人精神状况有问题 我们送他去鉴定 鉴定完以后 发现他的责任能力受到限制 所以我们要在量刑的时候 给他特别的考虑 所以他大量的重点放在 我对他为什么要判得清 是因为他这个行为举止 一看就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 那我们就通过司法鉴定 最后 最后说 这样的人 他患有持续的精神病 你对他判太重了 不合适 那这是别人的判决 那么从这个判决当中 国外刑法学者从裁判当中 这个裁判一定是法官讲道理的 这样一个裁判 就是从那些讲道理很充分的判决梳理 梳理出这样一些理论 那么我列举了 因果关系的危险现实化的理论 共谋共同正方的理论 成绩共犯的这些各种理论 那么把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 进一步丰富完善 然后再反过来用来指导世界 这样的话 司法的审判和理论之间的这种互动 这种良性的这种循环 它就形成 但是我们面临的什么困难呢 对我作为一个刑法教授来讲 那我经常面临比较苦恼 特别是我看到法院的很多判决书 我不是说所有的判决书 但是我的切入点是 重大宜兰复杂的案件要讲道理 换句话说 中国每年应该有15万件案子左右 就是100万件的15% 就是有15万件左右的案子 其实是需要讲道理的 哪怕是基层法院办的案子 有可能有的案子也是 虽然是小案子 但是也是有争议的 所以一旦重大宜兰复杂的案件 判决书写成这样 这个道理其实是讲不过去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写法 他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看不出判决所理的部分 这个法官所讲的道理究竟在哪里 你看不出来 因为他直接引用的这个条文 说被告人符合这个条文 那如果这样去讲的话 这个法官就太容易当了 所以他怎么讲的道理 他道理在哪里 看不出来 淹没了法官的个性和水平 宜兰复杂案件的判决 有时候难以得到被告人的认同 也被害人也表示不服 不满 那么公众的话 更是一头雾水 那这样的一个判决 达不到犯罪预防的效果 那么律师的这些行 这样的一个行变呢 他遇到15万件案子里 遇到一些不讲道理的判决 那这个有些案子的律师 我觉得做得很好的 做得很充分 所以那么律师遇到这些难题以后 他们通过认证研究 通过和专家学者交流 通过专研 他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主张 那这个时候 学者们对照律师的辩护词 和对照法院的判决 可以发现律师部分有道理的见解 被法官忽略了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 逼迫学者去研究律师遇到的部分难题 这样的话来推进刑法理论的这种发展 所以律师能够为刑法学者做什么呢 提供那些他们的难处 那些难题 倒逼理论去思考 那么转型的课程中 根本就会把那些课程中 探索的课程中 就是这种发展 课程中